首先的话今天第一次上课 所以如果第一个你对于云端不太熟悉的话 请各位务必要习惯一下云端 所以我将来的东西会看到云端硬碟 我是把我自己的云端硬碟的某一个资料夹 做共用之后会产生一个连结 然后所以你们看到那个连结 实际上就是我从我这边所产生的这个长的连结 本来是这么长一串对不对 那怎么把它缩短 其实很简单 我还顺便交对你就打gg.gg就好了 gg.gg很好记 然后后面的话你就什么东西都没有 Enter 那你就把这个长的网址 以为我共用对不对 我把这个长的网址复制 然后贴到哪里贴到这边 贴上去它会有个shooting shooting就缩短 它就shooting了 就这个 那如果你要就是你可以将来就用这一个 也可以连到我那个网址 OK 如果你要变QR Code 我们这边要一个QR Code 就OK 而且这是免费的 另外的话顺便讲一下 这个连结你想说这个其实蛮好记的 但是它还是稍微要 稍微要记一下也不容易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你的网址这么好记啊 什么Excel VPA 那第几期对不对 其实这边有个什么 Cosma 有没有 Link 有没有 也就是你可以制定 后面加什么呢 你可以自己打上去 那我就打上我习惯的好记的网址 只要不要被人家用过的话都可以 OK 所以还好不是每一期都同一个名称 有没有 下一期又换一个 下一期又换一个 不过这样的话你每一期都知道 那我们将来可能规则要改一下 不然的话大家都比较知道 没差 主要其实啦 当然就是说 让人家方便你也方便的方法 因为对我来说 我对我来说这我很方便 因为我不用说每一次都还要 在想什么方法提供资料给你们 然后你们也很麻烦 老师你为什么每次这边放一个 那边放一个 最后呢没有一个系统 对 所以要想一个方法 我方便 你们也方便 就是好方法 OK 那你说上课为什么录影一下 因为我知道以前上课 同学很多时候都听不懂 听不懂下一次又问 上个礼拜的问题 然后呢 下下礼拜又问 上个礼拜的问题 然后下下下礼拜又问 上上上礼拜的问题 又无重循环 有没有 那怎么办呢 我就把它录下来 然后提供给你们 意思是请你回去看 对不对 也就是你要自己花时间 OK 你回去 至少有的看吧 对不对 那你要自己花时间 如果你没有花时间 你来问 我会觉得说 你也不太不够用功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也是正向的 变成说 我不用再额外 再花很多力气 然后再讲宠物的东西 那你们也可以有一个 可以参考的影片 那我会放YouTube 应该大家都会看YouTube影片吧 OK 现在小朋友 可以不用电视 但是不能没有YouTube 但是不能没有YouTube 对吧 现在不知道各位知道 现在小朋友 手机平板电脑上面 都是看YouTube 学东西也是一样 那这个大概也是趋势 所以慢慢要习惯一下 所以第一个 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表单里面的结果 如果你要看 其实很简单 我刚刚的表单 切过来 如果这个是我的表单 那我可以把它切过来 那你们的结果就会出现 OK 所以这边的话 大概就金融业 公教 人事 其实这些都很需要 用到Excel 所以Excel如果很熟的话 很快事情就可以 很快地把它完成 公务机关 人事 等等的 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电脑程度部分的话 大部分同学 七成 OK 然后2.5 百分之二十五 是进阶的 高阶的话有一位 OK 所以这样上其实不好上 怎么办 我都抓一个中间值 OK 所以如果你程度好了 没关系 你可以自己再多找其他范例 上面有答案 可以练习 可以提问题 如果你是进阶的话 也许我大概就会 进阶再慢一点点 OK 然后如果你是入门的同学 你请务必就是要自己有个心理准备 回去的话 多花一点时间 我会把影片收录 直接 记得 你如果没有收到影片 你可能就是 第一个 email信箱不要留错 OK 如果你留错的话 你当然就收不到 因为之前有同学 留没有信箱 打错一个字 那就会退信 收不到 OK 回去的话 反正你就再花一点时间 有问题 你也可以马上问 没有关系 甚至YouTube影片下方 也可以留言 你也可以 老师 这个地方我听不懂 你下次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 我可以 我就知道了 OK 没关系 反正你随时都可以提问题出来 没关系 OK 这样的话我会比较能够知道 大家到底哪些地方是盲点 那哪些地方是最想学习的 函数最多是高阶跟进阶的相关应用 这个绝对是 也是我们的重点 所以这没问题 那这VPA的置定函数 这个也是我们的课程重点 那主要就是说 这些东西都是帮助我们提高效率的方法 要怎么去使用 当然我跟各位讲 尽量就是不要死背 就是你要理解 有些东西其实 你如果知道它的使用逻辑 很多的函数使用都是同一套方法 可是前提你要看懂 到底它要怎么去使用 怎么去操作的原理原则 另外的话 那个VPA VPA这个部分就难度会比较高一点点 因为里面的话就要开始写程式了 OK 那写程式呢 刚开始程式并不会太多 可是它最大的问题是 它一个地方都不能错 也就是你要一百分 错一个字都不行 所以怎么办 一定要全部把它记起来 那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事 不过还好我会按部就班 并且提供给各位云端的部分 那再来还有其他比较 录制剧这个也会一定会讲到 然后这个后面比较 比较进阶一点的 跟资料固连接部分 跟各位讲后面的部分 可能难度会比较高 就可能就是在看实际的状况 OK 好大概是这样子 那单纯只是想对这个课有兴趣的 占65% 然后还有就是对这个趋势啦 技能 OK 那如何得知的 OK 最多的是这个推广部网站 推荐的话有快要超过三 三数 就是三分之一以上 另外的话 对等于一半以上 都本来好像就对我 已经有一点了解了 OK 然后还有就是公司安排的 OK 不错 那之前有曾经我遇过 有蛮多同学 就是公司直接帮我报名 因为老板可能看不下去 他们的效率 所以直接说 好啦我出钱你们去学 学完之后 他们能把你的工作效率提高 OK 这也是不错的 因为毕竟 这个公司的那个事情 如果整个效率都提升的话 那相对的 将来做事情的效率 这个整个竞争力也会提高 OK 好这个大概了解一下 大家的一个问卷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的一个安排 这个是我们的课程名称 这我的名字 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 其实Google输入我的名字 也可以找到我 或者你Google找吴老师 也会直接找到我 第一页就大概有四个连 十个连结里面有四个连结是我的 第一个就是我的连结 吴老师的这个关键字 那待会的话呢 我大概讲一下 我大概介绍一下我自己 参考用书 然后上课的大概内容 介绍一下 那我们大概有个方向 反正第一个就是说 熟悉 内建的总共呢 250几个函数 但是这么多函数你想说 怎么可能全部学得完了 我跟各位 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 函数的使用方法 因为有些函数 即便你没用过 你只要看懂使用方法 那你就会用了 说真的 很多其实我根本 从来没用过 但是我看那个上面的讯息 我就会用了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的关键的地方 你只要掌握住 你就不用担心说 你不会用那个函数 OK 但是呢 还是有很多内建函数 他做不到的 非常多 怎么办 就是要学VBA的 因为其实工作里面 函数 即便有也不好用 或者是说 即便有 也没有办法 处理很复杂的事情 所以怎么办 可能最后还是要用VBA了 我后面会举一些例子 就是实际上 简单的事情 用Excel里面的函数 还可以代劳一下 但是如果那个事情 太复杂了 我直接干脆跟你讲说 你干脆就写VBA算了 不然的话也是无解 不然你就涂法链钢 那就是不要涂法链钢 我们要提高效率 所以后面的话 我会按部就班的教各位 怎么样了解VBA 他的写的方法 OK 另外的话第三个是录制剧集 然后怎么去编辑 特别最后 这个很细 因为这里面的话都是程式 一个地方都不能错 所以没关系 如果你暂时上课假如一下子还跟不太上没关系 反正你就回去就是多花时间就对了 可能上课三个小时 那你回去的话 尽量也腾出三个小时吧 我觉得还是跟得上 因为之前有很多学员 程度真的 他刚才说老师 老师我程度不是很好 那后来我有提供影片 他回去就花时间 我每次问他说老师没问题 没问题 我影片都看了很多遍了 至少看十遍了 说你好认真 OK 然后后来就习惯了 他说老师没关系 我上课如果还是有点听不懂 没有关系 我回去再听就好了 那就放得很轻松 OK 就是用一种很轻松的心情来学习 不要紧张 因为紧张反而学不好 OK 没有学不会的 就是说怕你把这个东西给自己太大压力了 OK 其实学习 反正就是快乐学就好了 像我也是一样 很多东西我刚开始也学不会 像我学程式 我也不是一下就学会 我也是花很多时间 我是大概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慢慢才体悟到说 原来程式就是慢慢终于学会了 后来我发现我怎么学会的 原来我就动手去敲程式我就会了 后来我发现不能用看的 真的我刚开始也用看的 后来发现看再久 每天一直看一直看 发现不对 动手打印 会了会了就会了 你再看再多遍 还不如你动手做一遍 OK 其他的话大概会有这些方向 而且其实未来在使用这些东西 还不只是这么简单而已 其实未来还可以延伸到 像现在很夯的像AI 有没有AI人工智慧 等等的其实都可以跟这个做衔接 因为它的背后都是程式设计 所以以后你会发现 举凡跟所有的身边很 好像都会跟程式设计有点关系 因为以前不是说每个人都会学这东西 但现在你会发现 几乎好像所有 像大学里面 程式设计也被列为必修课程 不是说那个资讯相关科系 一般文学院的也要学程式设计 OK 所以我想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趋势 你现在不学也没办法 再来的话如果你要找到我 其实很简单 你Google吴老师 第一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那我又写了快上千篇的部落格文章吧 然后大概第二第三个是我的YouTube频道 那我在那个YouTube上面放了大概上万个这个教学影片 因为我从YouTube开始开播 我就开始上课录影 所以我上课录影已经录了超过15年的时间了 做这件事情我做了超过15年 OK 而且应该会自己继续做下去 反正只要有人愿意听的话 我就持续会一直把这件事情继续往下 当然上课有的时候我会把自己录进去 我今天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只有收音而已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你那个画面挡到东西了 可不可以把自己缩小一点 OK 后来我就顺从拍 我说好没问题 我就把自己再缩小 因为我把它放在右下角 那我就尽量再缩更小 再摆在边边一点 因为会挡到层次 OK 所以你的建议很好 我是都可以接受了 所以如果你们有什么可以提出来 没关系 只要我能做得到的尽量 都能够帮大家 都能够帮大家 然后其他还有像 Essal BBA教学相关的 OK 还有手机APP等等的 因为我教过的课程实在太多了 所以各式各样的 甚至连AutoCare我都教过 只是现在我都没有教AutoCare 因为课程已经教不完了 所以就不太教 然后所以这是我的简历 那我大概担任程式设计师工作 最早 从大概已经二十几年了 OK 所以我写程式也写了很久 然后有创业的经验 然后现在的话 基本上比较把重心 放在一些经验的分享上面 等于是说我觉得很多人想学 但是不见得有抓得到这个诀窍 所以我就尽量把我所了解的 还有不是说你一定要很辛苦的学 才能学会 尽量我把重点你先学 然后再来慢慢你就再学其次的 OK 然后大概就这样了 然后也拿一些奖项了 这个大概就是什么趋势先锋等等的 然后我的证照也是一堆 但至少超过30张 最近也拿了几张这种跟大数据分析 或者是说一些AI人工智慧 机器学习有关的证照 然后我的YouTube频道 这个观看次数也破了几百万 订阅人数也超过3万3 OK 然后 所以我YouTube上面很多影片 如果你想要多学习的话 那你可以再到我的YouTube频道上面看看 因为很多人就是用这种方式慢慢学 OK 学了之后甚至也有可能就来这边上课 因为YouTube上面可能我没办法放很有系统的影片 但有一段一段有很多 但问题是如果你想有系统学习的话 就来这边学 OK 其实蛮多人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再来的话 这个参考用书 我是还蛮推荐 类似像这样的书籍 因为它就是一个范例 所以它有468个范例 468招 OK 所以它有468个范例 然后如何利用Excel里面的函数 解决这468个问题 当然 我将来上课 这个还是以解决问题为核心 也就是说我可以丢问题给你们 你们去思考 然后之后再告诉你理论 因为其实说 理论大家看都看得懂 但是做不见得做得出来 尤其是程式 那真的是不一样的领域 OK 所以这本的话 如果有兴趣 在讲义上面我也有放这个 如果有兴趣的话 其他的话 这两本也出来蛮久的书了 也是跟Excel VBA有点关系 理论初级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多了解 有关VBA的理论 理论部分我可能不会讲这么多 你们可以藉由自己看书学习 如果说我觉得我花比较多时间就教你怎么做 因为很多人看了书还是做不出来 所以我会把重点放在教你把程式写出来这件事情 所以你会发现像这些书 Excel VBA一点都不难 有没有 大概很多人看到书名就很想把它买回去了 可是买回去一看发现 看完之后发现Excel VBA一点都不简单 有没有 OK 简直是天书嘛 看半天好像每个字都看得懂 但问题要做 天哪 怎么做 OK 后来我发现这些书根本不是给入门的人看的 根本是本来你就要懂的人看 我知道他在讲什么 但如果完全没有概念的人 看这些简直是要命 OK 所以这书的话 真的 如果你睡前 假如你有失眠问题 买回去保证很好睡 看一看就想睡着 OK 所以待会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区分成五大单元 第一个单元的话就是文字与资料函数 文字的话尤其是文字跟资料相关的话 在工作上常常遇到 不外乎就怎么样 我们的 要你要做报表的话 你做报表你一定要产生对应的那一个栏 如果你没有那一栏 你就没有办法产生你要的报表 可是你要怎么做到 比如说以刚刚讲的这一题 有没有 那 这边的话 会用到几个函数 这个不是函数 这是end符号 串接 文字跟文字串一定用end 然后REPD加ELEEN 如果 当然不是唯一的答案 当然等一下我会讲 比如说第一个用REPD加ELEEN 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第二个 用其他函数 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第三个 如果用录制聚齐 没有做完 我想下一次又重复做的话 有没有办法把它让它变成一个聚齐 然后聚齐之后产生按钮 按下去自动完成 按下去自动清除 OK 但是录制聚齐的话 假如还不够的话 那我们可以利用那个VBA来撰写层次 所以请各位 第一个 再来的话 待会请各位开启这个 然后如果你对REPD跟LEEN不熟悉的话 你可以切到前面有个REPD的工作表 然后把它放大一下下 这样看 比如说以这一题 星号 它这边有一个是100笔给一颗星 也就是超过的 反正就是给一颗星 那这是给两颗星 这四颗星 这没有 四颗 当然不是说叫你 什么 Ctrl C 然后呢 Ctrl V 一颗 两颗 是不是 然后四颗 如果你是这样工作的话 真的就永远事情做不完了 OK 如果质量够大的话的话 永远 如果员工多的话 所以怎么办呢 第一个 你必须用这两个函数 那当然插入函数吧 以后的话呢 记得慢慢要习惯 从这边插入函数 那我的习惯第一个 选取类别 我们今天的话呢 就先从了解文字这个类别开始 也就是说呢 每一个每一个函数 都有它的作用 如果你有空的话 请你把这边的功能 把它看一下 比如说呢 我们今天 假如说呢 我们里面有数字变全形的 我希望把它变半形的话 怎么做 就这个嘛 ASC 将全形字元转换为半形 有没有 颠倒过来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158变成全形的话 把半形变全形怎么办 哪一个 对 Big 5 比如你可以在这边练习 插入函数 Big 5 然后呢 按确定 他会问你 第一个 请你给我test 文字 在这里 给他 给他 有没有发现 半形158变全形158 按确定 158 有没有看到 那你想说 老师我要把它变回来 怎么变回来 ASC 有没有 TESC 再给他 再给他 158 有没有 OK 不过请各位特别小心 一个问题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158 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请各位一定要注意看一下 这边 请问一下158是数字还是文字 在这里的 我说这里的 158 当然我们直觉是 它是一个数字 对不对 可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经过的是这个函数ASC 因为它是文字类的函数 所以它回来的也会是文字 所以这个158 特别注意 它不是一个数字 他说老师 明明它就是 它就是数字 你为什么说它不是数字 因为你可以看一下 它前后有什么 双引号 有没有看到 如果一个数字外面 有双引号 夹起来的话 那这个数字 它就是文字了 OK 请务必要有这个观念 因为很多人没这个观念 那很容易就做错了 OK 那可以大概知道 后面有很多地方 要注意这种细节 按确定 你会发现 它就会158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特征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是储存格 请各位看一下 158靠左还靠右对齐 靠左 如果靠左的话 一定是文字 如果靠右的话 那就数字 OK 你想说老师 可是他现在158是文字 我没有办法把它改成数字呢 可以啊 怎么改 在旁边在练习 插入还是数 文字类里面就有一个 专门做这件事情的 把什么呢 把文字转换成数字了 在哪一个 你想说 那有同学很认真 一直看 不用从头看到 还没找到 因为他刚好在最后一个 因为 value 将文字资料 转换为数字资料 有没有 答案就告诉你了 所以有很多问题说 老师 我函数不会 对 因为你都没有花时间去了解嘛 上面都有啦 其实哦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把eSale函数好好学会哦 你反正上班或平常有时间哦 你就多点一下 然后多把它这样 类似像我这样子 你按确定之后 有没有 然后呢 他一样给你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就问题哦 Test Test是什么 文字 意思说那个资料给我一下吧 在哪里 在这里 有没有发现 请会再观察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 他带过来的东西 这个是他帮你转换之后的结果 有没有看到差异了 有没有 前后双引号 变成没有双引号了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看一下哦 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不同 这个时候哦 如果说你把这个这两个比较 你会发现到两个一不一样 这个跟这个一不一样 特别注意哦 虽然你哦 眼睛看是一样 人看是一样的 但是ecell看是不一样的 这点要特别注意哦 因为说真的 这个有时候很多人搞不清楚吧 那你当然最后你报表做错是正常的 因为你连文字跟数字都分不出来 那你怎么可能会做出正确的结果 所以天哪你怎么做这么离谷的错误呢 因为你没有这个观念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刚刚在没讲rept之前 我就先把这个转换成全形用big5 再把它转成bind形用asc 再把它用value转成数字 ok 我们有点离题啦 这个地方的话如何几颗星啊 插入函数 用什么rept rept在这里 然后他问两个问题 test什么test 因为他rept就repeat了 repeat的缩写 重复嘛 重复什么次 重复几次 numbertimes 所以他前面问的问的 我要重复是什么 重复信号 对信号给你哦 那重复几次 158 当你按确定它变158可行 不对吧 应该什么 把158除了多少 100 但是呢 100之后的话变1.58 不对啊 没有1.58颗星啊 应该是要把小数点去掉嘛 所以小数点无条件去掉的话 就可以用int 在外面包一个int 前刮弧 后刮弧 int实际上就是integer integer就是整数的意思 就是说 我只要整数啦 小数点不要了 ok 意思就是什么 你给人家 那个 给人家 买东西的时候 就啊 零钱不用找的意思嘛 ok 都给你了 ok 所以你会看这边是E 按确定 但是呢 如果你把它往下填满的话 会错误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你只要往下拉的话 他的列号 只要是数字哦 会加1 有没有 所以C1 会变成C2 有没有 C2 会变成C3 那问题来了 我这个第一个参数这个数字 这个信号不能变嘛 所以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哦 请你把E前面怎么样 加一个潜的符号 这个潜的符号意思是锁起来啦 意思说我等下向下填满的时候哦 那个E不要帮我变成2啦 因为我都固定在这里了 就是这个信号不要变啦 但是前面这个数字要变 好 没问题 所以打勾向下填满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OK哦 另外如果你要看一些参考 假设你有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以后的话 请记得那个云端上面有个云端白板 第一个单元 有没有 文字以字要函数 那这边的话就有我刚刚做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参考截图 比如REPD 如果你不会的话 这边有参考的画面 可以看着这边来试着做做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 OK 所以我们把刚刚的那个问卷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课程 大家简单说明 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来讲有关文字与资料函数的 这相关的应用 OK 所以请各位慢慢要熟悉啦 可能如果你一下子比较跟不太上的同学 也不用太担心 回去可能要再抓一点时间 再把一些 像我刚刚讲 BIG ASC Value OK 其实 你就是在看一下啦 或者是要自己在练习过 反正熟练他就OK了 一些观念啦 我觉得最重要是那个观念 如果你是正确的话 以后呢 慢慢你就知道原来 ESEL是这样用的 OK 你就不会做错了 好 试试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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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